我的天呐 你吃过这种 会让舌头变色的糖吗 据说 吃什么颜色 舌头就会变成什么颜色 如果你在糖果盒里 发现了蓝紫渐变的珍珠 千万不要含在嘴里 否则眼睛就会变成一颗蓝色 一颗紫色 真的太吓人了 我没看错吧 竟然还有这种 吃完了舌头就会变颜色的糖 但是我说 如果我在里面抽到了蓝紫色的珍珠 千万不能把它含在嘴里面 不然你的眼睛 这个就是一颗蓝色一颗紫色 这也太厉害了吧 一看就是假的 什么你们不相信 这好吧 那我就买点回来 实验一下 没有知道吗 马上下单 老子们 能让舌头变色的糖 你们买回来了 视频里出现的三种颜色 我全都买了 从这款糖的封面 怎么能看出来 它确实是能让舌头变色的 这画的也太明显了 竟然直接告诉你 舌头变成了哪个颜色 红色的包装上 画着一个吸血鬼 招着血分大口 再吃一颗蓝色的珠子 你们这舌头上 还有红色的血色的 它的名字叫 完全僵尸洗 僵尸洗 这到底是给人吃的 还是给僵尸吃的呀 里面一共是八点 好了 就先让我来 替你们尝尝吧 不可以 果然是蓝色的 但是 这舌头上是红色的呀 你确定 吃进去蓝色 舌头会变成红色吗 没事 咱们直接来实验一下 嗯 还丢往这儿呢 我已经嚼了好一会儿了 现在可以来 看看我的舌头 有没有变色了 三二一 嗯 这也没变色吧 这不就是我舌头 正常的颜色吗 不过 这个糖 怎么变成红色的啦 哦 原来里面是 有一点点红色的 一样的一层脆皮 是蓝色的 不过啊 这一盒里面很明显 没有蓝紫色的珍珠啊 没关系啊 咱们再来 拆一盒蓝色的 这一盒蓝色的 不用说啦 吃完 舌头肯定是变成蓝色的 这一盒啊 是葡萄口味的 来一次 嗯 这个盘口味也不错 现在来看看 我的舌头有没有变色 三二一 嗯 这都变成了蓝色 嗯 表拍以后啊 里面竟然也是白色的 只有我那薄薄 一小层蓝色 你们说 它这色素 看起来也不多啊 怎么就能把整个舌头 染成蓝色的呢 检查了一下 这盒里面 也没有珍珠 接下来 就是绿色啦 我觉得绿色 才是这里面 最诡异的颜色 用的舌头 变成了绿色 就真的像是一模一样了 诶 这盒绿色 竟然是菠子汽水口味的 和前两款一样 上面都有些深度的小半点 菠子汽水口味 来两颗 小的差不多了 来看看 我的舌头变成什么样了 三二一 一 啊 变成绿色的了 这也太吓人了吧 赶紧来找找 这盒里面 有没有珍珠吧 嗯 也没有啊 不是吧 这有珍珠的传说 不要说压根就是假的吧 最后还剩两颗 赶紧把他们 都给人开找一找 再来看蓝色的这一盒 嘿 全部倒出来 哦 没有 最后只是红色这一盒了 诶 等一下 菠子们 我突然想到 要是我把这三种颜色 都给吃了 那我的舌头 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赶紧来试一下吧 先吃蓝色 再来一颗红色里面的蓝色 最后再加一颗绿色 嗯 差不多了 一起来见证一下 三二一 这颜色怎么发黑了 这三种颜色 混在一起 该不会有毒吧 连糖都混合成了黑色 这一句来猜 爆出来 啊 宝珠 你们看见没 小珍珠出现了 果然这么一蓝色 和紫色的混合款 而且还有一些 就像是两颗呢 一颗把它们含在嘴里 眼睛就会变成一颗蓝色 和一颗紫色 接下来就用 不给我帮大家试一下吧 嗯 这汤珠怎么很甜呢 还能咬动 不对啊 那就是糖啊 我想着吃完以后 我的眼睛也没有变色啊 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异成啊 看来啊 这个视频是假的 看来看来看来 我来着去洗剧说一把 第二天 小小小小小小 Stefan 等一下 不是应该 一只紫色一只蓝色吗 为什么两只眼睛 都会变成紫色呢